外交部被踢爆 國產疫苗高端7月19號 才通過政府緊急授權EUA 隔天馬上就行文 九個邦交國駐外使館 說可以送高端疫苗抗疫 問友邦意願 藍軍質疑蔡政府 難道請國家之力 幫高端消化疫苗 我沒有送他 人家好意思不接受嗎 把他們當白老鼠 在護航高端 已經到了走火入魔 失心風的一個地步 難道這七八十億 買的國產疫苗 是有包括 要來援政給邦交國的嗎 你們當初這個預算沒有說 你是怕到時候沒有人打 再到貨嗎 我有炮轟 我們把高端送友邦 人家會不會跟我們斷交 也有人說把高端送掉 總比我們自己打掉好 高端通通送走 反正別給我打就好 主任中心則說 大家別擔心 就算送友邦 也不會排擠國內施打 我當然不會 因為沒有要打高端 所以當然不會排擠到 我們的需求 如果到最後是沒有 半個國家要這個疫苗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自己還要打高端嗎 老實講如果我是友邦 我會覺得你是不是 存心要害我們 你是怎樣 人口滅絕計畫嗎 我們把高端送友邦 但另一手 卻跟比我們窮 97倍的斯洛伐克 窮66倍的立陶宛 甚至捷克討疫苗 爛軍跑紅 蔡政府只會臉書 喊台灣加油 你怎不敢跟美國喊 要莫德納疫苗 靠他們見一萬劑 兩萬劑 三萬劑 這樣不見效 像你在日本菅義偉 他跟輝瑞的CEO 吃早餐 10月以後兩千萬 給我先進來 人家是吹 吹成這個地步 蔡英文趕快學監獄 去逼這些疫苗公司 通通進來 我們就夠打兩劑 蔡政府力挺高端 但如今高官們 不但沒用力去施打高端 還要百姓跟友邦 去幫忙消化高端 沒經過三期失業的高端 想要搞疫苗外交 恐怕世界獨有 這陳政筆離選 台北報導 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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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打散 打散